这是一个全球罕见的疾病 以至于全世界都束手无策 而眼前这个孩子 却在来到这世上的第六个月 查出患上了这种罕见疾病 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三岁 最后便宣判了宝宝的死刑 全家人为此心灰意冷 想要放弃 可不认命的父亲 却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让无数网友为之落泪 甚至称他为当代版药神爸爸 那么这位父亲究竟做了什么 孩子又是否能够顺利挺过这次难关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眼前这位伟大的父亲名叫徐伟 加入云南 2019年6月6日 徐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一家人十分欣喜 这一胎来之不易 因此家人格外照顾妻子和孩子 本来儿女双全应该是一件十分欣喜的事情 一家人在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就在小浩阳六个月大的时候 噩耗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 徐伟发现小浩阳的成长明显不如同龄人 他不仅不会翻身 甚至连趴着都很费劲 整个身子软软的 没有一丝力气 就连抬头也抬不起来 家人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赶忙带着小浩阳前往医院检查 可医院的检查结果 却让一家人差点晕倒 由于小浩阳的病情太过特殊 一开始 医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在查阅了大量的病例之后 得知小浩阳得的是 先天性同代谢异常病 这种病又被称为 门克斯综合症 它通常和遗传性同代谢障碍有关 这种病在全球都十分罕见 世界范围约一比十万 而这种疾病多半建于儿童 后期会出现肝脏和神经系统损害 最终致其死亡 得了这种病的儿童 尤其是在三岁之前 致死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9% 可这还不是最让徐伟夫妻绝望的 因为这种病在全球都十分罕见 得这种病的人又是少数 因为无力可图 几乎没有哪个治药公司 会做这种亏本生意 因此这也意味着 得了这种病的儿童只能等死 不甘心的徐伟夫妇不死心 又带着小浩阳来到了北京的医院 可得到的检查结果和之前一模一样 徐伟夫妻十分伤心 小浩阳才刚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好好享受这个世界 却要被突然袭来的疾病夺走生命 如果你保留了财产 保留了精神 最后你的孩子走了 那你要这些东西 你的灵魂是空虚的呀 他们决定 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 都要尽力去救孩子 哪怕是倾家荡产 只要有一丝希望自己绝对不会放弃 好在黄天伯父有心人 在病友交流群里 他们有了意外收获 半岁孩童患上罕见疾病 医生断言儿子三岁必死 为了治好孩子 父母不惜千金求药 在病友交流群中 徐伟第一次听到祖胺酸酮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会为了孩子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 当他听说祖胺酸酮可以缓解病情时 他便四处打听这种药物 可惜这种药只有国外生产 国内并没有这种药物 而从国外购买这种药 仅一次的进口费就高达两万元 一个家庭根本没有能力长期支撑下去 为了找到这种药物 徐伟经过多方打听 最终一个好心的病友给了他几支药剂 而这些药剂还是过期的 据病友所述 这些药剂是台湾省的一个医院研制的 他们只会给来医院治疗的孩子 发几支药剂 可由于当时正处在疫情期间 徐伟无法来到台湾省取药 于是他只能先将这些药用在孩子身上 因为担心过期的药会有影响 他只能用一点剂量观察孩子的情况 确定没问题后才增加药剂 可这几支药物终究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而小浩阳的病情却不能等下去 没有药小浩阳就只能等死 于是他想寻求国内的制药公司 请他们帮忙生产这种药物 可却被许多公司拒绝了 从制药开始到结束 一个团队前前后后就需要投入几千万 这还不算之后的实验阶段 就算是最后真的能够成功 国内复杂的审批流程 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而小浩阳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于是徐伟将自己关在房中好些天 随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既然没有人制造 那他就自己研制 家里人听说这个想法之后 都觉得徐伟疯了 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 如何能在复杂的专业术语和理论知识中 迅速准确地生产出药物 可看着眼前越来越虚弱的小浩阳 徐伟下定了举心 于是他开始翻阅相关书籍和论文 可刚开始他就被拦住了 因为里面大量的专业术语和公式 他根本就看不懂 没办法 他只能重拾化学课本 一点一点地从初中知识学起 除此之外 他还自己上网课查阅相关论文 寻找关于组案三桶的制作方法 大多数论文都是国外的 里面的英文徐伟看不懂 他凭借着翻译软件一个个查 可有时弄明白了个别单词的意思 将它们连到一起 却又是一头雾水 甚至有一瞬间他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能制造出这种药物 医生断言 儿子三岁必死 高中学历的爸爸不认命 做出中国首款特效药 可当他看着因为治疗十分痛苦的小浩阳 他便立马精神了起来 投入到了学习中去 为了能够尽快制作出这种药物 徐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甚至连床都不沾 累了就直接趴在桌上 醒了继续查语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用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徐伟终于弄明白了 祖安三童的制作方法 接下来便是将这个药品合成 随后进入实验环节 由于外面的实验室费用太高 徐伟便将自己的家 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 而购置设备 搭建实验室 又让原本捉襟见肘的学家雪上加霜 旋转针滑仪 这个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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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够尽快成功 徐伟整日泡在实验室里 没日没夜的研究 失败的次数越多 留给小浩阳的时间就越少 这段时间 为了这个实验 徐伟几乎倾尽了所有的人力和载力 甚至他的家人都劝他放弃 为此他还和爸爸大吵了一架 甚至连妻子都想放弃 并表示他们之后还会有孩子 可徐伟却不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 为了能够成功 徐伟不仅将家中的房子抵押了出去 甚至还欠下了巨额的外债 可他并不后悔 倘若能重来 自己一定还会这么做 后期药物合成 徐伟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 他就将药物用在自己身上 最终用自己仅有的高中学历 制造了第一个立祖安酸酮 如今小浩阳在用过药物之后 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三岁生日 尽管目前还不能彻底 根除小浩阳的病 但徐伟没有放弃 在未来他还会继续学习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朝一日 能彻底治好小浩阳的病 徐伟治药就此的事已经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甚至国内多家制药公司找过他 希望能够与他合作 大批量生产这种药物 徐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药神爸爸 可对于这样的殊荣 徐伟却觉得受之有亏 在他看来 自己只不过是为了救子 做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之后 我看来没问题 我看来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